当有人会把监狱和度假联系在一起 然而偏偏就有一个国家的监狱 舒服得可以让人来了就不想离开 那就是荷兰监狱 荷兰的监狱并没有高高的围墙 取而代之的是铁丝网 随处可见草坪以及各种树木 犯人可以在露天的农场里种植蔬菜 并享受牢房周围的田园风光 荷兰监狱从16世纪末开始改革 人形化的监狱系统与风车奶酪和郁金香一样 让荷兰人为之自豪 以至于有网友说这里的监狱就和度假村一般 不仅仅是外观看起来像 走进监狱内你更会感到惊讶 卧室不再是人们想象中狭小的牢笼 又或者是冰冷的铁窗 这里的卧室都被刷成了暖色调 整个单人间看上去甜静而又整洁 比一般的大学宿舍要好看很多 除此之外 每个房间还有电视接口和广播接口 不过每周要交6欧元的费用 休息室有电脑 沙发 桌面足球 外面还有一定规模的足球场和篮球场 他们的早饭有果酱 卷饼 咖啡和果汁 晚饭有三道热菜 沙拉还有水果 更加人性化的一点是 在每个监狱都有一个公开的厨房 供犯人自己做饭改善伙食 据说这一切的安排 都是为了让犯人们在这里找到家的感觉 从而有助于他们收获一个美好的心情 这对心灵改造是有帮助的 即使设施已经达到了五星级 但是荷兰的许多监狱因为犯人太少而面临关闭 他们甚至还把监狱租了出去 曾经就接受过来自挪威的几百名囚犯 然后两个国家分别派人手共同管理 被关闭的监狱中 还有一家成功转型成了豪华酒店 一番改造后 原来的牢房都变成了客房 还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体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转发 点赞 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